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曲 李宗盛 上次我們談到 對於 sequence of function 我們碰到的一個問題 是如果我規定一個 sequence of function 這個 sequence 當然我在考慮 bonded sequence of function 我們上次談到 我這邊想要談的問題是 versus sequence of numbers 這個問題 bonded sequence of numbers 一定會存在convergent subsequence 那我現在想要問的問題是 如果我給你一個 sequence of function 它是bonded 會不會一定 imply 會存在convergence of sequence 這是我的問題 OK 好 那上次我們提出來的這個問題 這裡頭有幾件事情 對於 sequence of function 的時候 我們要verified 一個是你說的bonded 是什麼意思 第二個是你說的converge是什麼意思 對於 sequence of number 沒有這個疑慮 因為它的收斂性只有一種 它的bondedness也很清楚 只考慮其中一個定義 可是對於 sequence of function 而言 你光是考慮它的bondedness 就兩種 對嗎 以bonded而言 我說它是pointwise bounded 它的意思是什麼 它的意思是什麼 是說 假設你的定義率 定義率是1 是一個 某一個metric space的subset OK 它是pointwise bounded的意思是 對於每一個x而言 你都會存在一個bond 這個bond當然跟x有關係 such that fn 的絕對值 會小於等於mx 這是pointwise bounded的意思 所以事實上 這邊呢 對於每一個x你有一個bond 對於每一個x你有一個bond 事實上這個整個來講 這邊這個bond 會是一個x的function 它會隨著x來改變 第二種 我當然可以考慮 所謂的uniformly bounded 這地方當然 它的bond就不會隨著點來改變 所以你會存在一個m 讀起來 fn 的絕對值 會小於等於m for all x 屬於 e for all n 屬於 m 所以你有這兩種bondedness 好 那麼當然即使是convergence 你也有兩種 對吧 你有pointwise converge 這主點每個點放進去 放去看 你有什麼 你有uniformly converge 好 那麼上次我們看到的情形是 目前為止 我們只對一種情況了解 對於這個問題 所以我在這邊 quote and quote 的意思是 好 反正 whatever 你要它 你可以適當地去調整你的假設 或者是要uniformly bounded 或pointwise bounded whatever OK 那你這邊要得到的收斂的結果 你也可以去想辦法去考慮 pointwise 收斂 或者是uniformly 收斂 whatever 你可以得到的結論 到底有沒有對的 這是一個問題嘛 對不對 就是問說 好 比如說 uniformly bounded the sequence of function 是不是一定存在 最弱的應該是會存在一個sequence of 會存在一個subsequence 它是pointwise converge 對吧 這是最弱的情況 好 那麼上次我們課程快結束的時候 我們有大概回答這個問題 可是沒有 只把例子給大家 並沒有真正的去談那兩個例子 很不幸的是 even 這答案是no even 我這邊考慮的boundedness 我給的是比較強的條件 是uniformly bounded 這邊我要求的收斂是pointwise收斂 這都不見得能做到 OK 課本上給了兩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 螢幕上有 螢幕上有 大家看得到嗎 看清楚嗎 第一個例子是 sine the index 這個地方 我只考慮x是屬於0到2π 其實你要考慮在整個real line上面也沒有問題 為什麼 因為它是periodic 因為它是periodic OK 好 這地方我們注意看到 這個function當然是uniformly bounded however 要證明這個sequence function沒有任何的subsequence converge 我們需要用到一個比較大的定理 OK 那個定理叫dominant conversion theorem 那個定理基本上 在rooting的書上是在11章才考慮 它需要把它轉成the back measured theory OK 你要考慮the back integral 從那個地方把它拉回來變成remant integral的東西 OK 那邊有一個dominant conversion theorem 它是說如果這個sequence 它是說如果這個sequence本身它如果收斂 而且這邊呢 這個sequence的會被某一個可 the back可積分的 因為它是談the back measure theory the back積分 它會被一個可積的函數所dominate OK 我們講dominate會bound OK 那麼在那種情形之下 它的積分跟你的極限是可換的 它只說積分跟極限是可換的 OK 那麼如果積分的極限存在的話 那當然就OK 所以它的證明方式 它必須要用到這個大的定理 OK 所以它用的是一個反正法 OK 它就是說假設 suppose 你會存在nk such that f of nk of x 會 converge point y 假設你會存在一個subsequence layer 假設你會存在一個subsequence layer 假設你會存在一個subsequence layer 那麼這個東西呢 我們就可以看一下 那麼這個定理告訴我什麼 這個東西告訴我說 我可以考慮0到2π 所以它如果收斂的時候 它其實是告訴你什麼 就告訴你說 當然它會是coshi 那表示說fnk 減掉fnk plus 1 它應該會去距離0 Right 它應該會去距離0 那麼這個東西呢 我注意看一下 我考慮f of nk 減掉f of nk plus 1 這個東西當然你就把這個東西 把原來的函數帶進來 把n的地方換成nk 然後這邊 somehow sorry 它要一個平方 我有點忘了 要算一下 OK 那你發覺這個東西呢 這東西是可以算的 n是自然數嘛 反正這個東西你可以算 你會發覺這個東西的答案 永遠是2π Alright OK 這東西大家去算一下 所以這個東西不會converge to 這個東西我們講說 這兩個相解它就會去距離0 OK 它不會去距離0 所以如果它會存在 任何的subsequence收斂的話 OK 從dominant conversion theorem 告訴你說 因為這個地方告訴你說 這個東西會去距離0 它的平方也去距離0 所以到底說這個極限 跟積分是可換的 可是你做了這樣子的計算以後 你發覺這個東西 永遠是2π 它不會去距離0 Alright OK 所以在這個地方就告訴我說 它的矛盾是來自於 你一開始假設了 它有某一個subsequence 是會pointwise converge OK 當然這個地方用了一個很大的machinery 去做這件事情 OK 是不是有其他的反例 我不是非常確定 如果routing書上面 用了這麼大的machinery 去給了一個這樣子的例子 很可… 我在猜這個例子不太好找 OK 可是的確 我們剛剛問那個問題 即使原來的函數是uniformly bounded 都不見得會imply 你會存在pointwise converge的subsequence Alright 這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然後另外一個例子 這些例子在routing書上都有 大家不必抄 盡量的跟著想 然後主要的是看看有一些東西 你要把它記下來 是提醒你自己的 好 那第二個例子 特別上舉的 這個例子我覺得比較重要 在這邊 fn of x 會等於x平方 屬上x平方 加上c-nx的平方 你現在考慮x是屬於01 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 這個sequence of function 當然也是uniformly bounded 這個函數 這個sequence of function 讓n曲均無限大的時候 這東西永遠會去均於0 OK 所以的確fn會去均於0 是pointwise 以這個例子 OK However 我們注意到fn 它在1分之1的曲值永遠是0 OK 它在1分之1那個地方的曲值 sorry 永遠是1 這個圖形大家可以畫一遍 它actually在n分之1那個地方 會有一個最大的 OK 好 那麼你會發覺 它曲值是1的地方 它的圖形會這樣 然後它當n越來越大的時候 它最大的會發生的點 會越來越靠點0 OK 好 那這個樣子 大家其實這個圖形上面 可是這個點一直在喔 曲值是1的這個點 對於所有的n來講它都在喔 OK 所以從這個角度上面 大家可能可以稍微感覺一下 它應該不會是uniformly converge 它不只不是uniformly converge 這個地方事實上 從這個結論就會告訴我說 它不可能存在任何的subsequence such as 這個sequence 這個subsequence 這個subsequence 會converge uniformly 我知道它pointwise converged to zero 那沒有問題 每一個subsequence 都會pointwise converged to zero however 這個sequence 由於這個的關係 大家可以看一下喔 應該不難整 這個我就留給大家自己做練習 你就從uniform converge的定義去看 OK 比如你就會知道說 在這個地方 你不可能存在任何的sequence 你隨便給一個subsequence of fn 因為它pointwise converged to zero 那麼如果 那麼它的subsequence 當然也converged pointwise to zero 對不對 所以你唯一要檢驗的事情是 任何的subsequence 都不會uniformly converge to zero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你現在要做的事情是 就是我已經知道原來的sequence converged pointwise to zero 所以隨便給任何一個subsequence 它一定也pointwise converge to zero 沒問題 那麼所以我要做的事情是 只要證明說這個converged 不是pointwise的就是了 那不是pointwise 它是說什麼 你會存在一個epsilon 對於隨便給定的n 你一定可以找到一個比它大的數 使它的尾巴在某些點會出問題 對不對 所以你要證明這件事情 事實上你要做的事是 你會找到 會存在一個epsilon大於0 對不對 對於given任何的k 因為你考慮是subsequence 你都會存在 或者我取 K好了 我這邊用大的k 我會取 存在k大於等於 這個k 再旋 而且你要存在 x屬於01 再旋 fnk 在x的取值 要不去考慮 絕對值啦 會大於 Alright OK 那這個東西 大家應該很清楚 這是你要找的 Alright 好 所以這個問題 顯然之前的這個definition 大家都沒有辦法幫我們 如果我要它的收斂性 第一個我們看到一個uniform bounded sequence does not have anyconvergent subsequence point-wise point-wise convergent subsequence 這邊其實告訴你說 即使這個sequence本身 它是point-wise converge 它是uniformly bounded 我也沒有辦法保證 它會存在任何的convergent subsequence 那個convergent是uniform的 Alright 好 那麼當然你會說 那你為什麼要堅持uniform 當然有一些理由 因為大家不要忘了 我們前面在考慮c of01的時候 c of x的時候 你考慮說有bounded continuous function 在某一個metric space上面 它上面有一個有趣的norm 有一個有趣的metric是取subnorm 那個norm是非常重要的 那個function space很重要的 OK 所以如果我考慮continuous function 在for instance01好了 那上面我取subnorm 那我要的收斂性當然是uniform收斂 我不會要point-wise OK 這是其中的理由 Alright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今天我們就必須要 為了要解決這個問題 我需要induce另外一個定義 叫equi-continuous 所以在這邊我們回來focus 就像我剛剛解釋的 你為什麼堅持要uniform converge somehow我希望考慮的是 那些continuous function Alright 好 假設呢 我現在當然我可以考慮continuous function on某一個metric space 不管它取值是real value 或者是complex value OK 大部分的時候real value和complex value 是差不多的 可是的確有一些時候real value會對 complex不會對的 有一些例子有一些集體我們有勾 好 那麼在這地方 我說f 假設它是一個connection of continuous function 對某一個metric space x OK 我說這個f 是equi-continuous equi-continuous 它是什麼意思 我們從這個上面去看 所以你這個collection裡頭 有很多很多的function OK 對於continuous function而言 我們前面學過 你還有一個uniform continuous uniform continuous 意思是說 我隨便給一個epsilon 你可以找到一個universal的data 使得只要認兩個點 它的距離小於delta的話 函數在這兩個點的曲子 就會小於epsilon OK 好 那麼equi-continuous somehow 想要做的事情 比這個還要再大一點 因為現在你考慮的不止一個function 你考慮的是一堆function 它equi-continuous的意思就是說 剛剛我說的那件事 對於所有的函數都可以做到 取出唯一的 取出一個固定的表現 所以這地方是說 given任何的epsilon 大於0 我會找到一個delta大於0 such that f of x 減掉f of y 的絕對值 叫小於epsilon for all xy屬於x towards x times y的距離小於delta 我這邊不能用絕對值 因為它在general的metric space上都會對 所以 應該這樣寫 先是對於每一個function在這個f裡頭 而且對每一個xy 屬於x 而且x和y的距離小於delta Alright 好 大家可以先想一下 什麼叫equi-continuous collection of functions 這裡頭的函數 你看 我說這個collection是equi-continuous 它裡頭的函數當然照這個定義 每一個function都是什麼 uniformly continuous 對 這樣看 如果我考慮的函數f 它是equi-continuous的意思是說 其實這個collection裡頭 有的元素都是什麼 都是uniformly continuous function 而且不止如此 對於給定的epsilon 你要找的這個delta 也不但不隨著點來改變 它也不會隨著function來改變 你可以舉到一個uniform uniformly 好 我們來看一些v 這地方呢 前面我舉了兩個非常trivial的例子 可是這兩個trivial的例子 蠻重要的 大家不要忘掉 這是它的special case 第一個例子 我取的是一個什麼 是一個concent function sequence 對吧 對於每一個fn而言 它的取值永遠是-1的n之方 所以對於每一個n 所以在這地方 雖然我們在考慮equi-continuous的時候 我考慮的是一個collection of function 所以它不見得是countable but後面我們的討論 接下來在這一章裡頭 我們大部分都會考慮sequence of function OK 所以你要考慮一個sequence of function 它是equi-continuous 好 好 第一個例子 trivial 它基本上 雖然說是sequence of function 事實上它就是sequence of number in a way OK 它每一個函數 它都是constant function 這是一類的 這種當然是equi-continuous 因為 因為它是constant function 對吧 隨便給absilon 你的雕像不管怎麼取 這函數本身的取詞都是一樣的 不要忘了這一類喔 因為你在考慮問題的時候 你腦子裡頭必須要有很多例子 就像我講的 你在check 你要考慮的問題是不是對的時候 一定從special case先開始看 因為special case比較容易解決 special case都不對 那一定都不對 好 這是一類很重要的 第二類 every finite collection of uniformly continuous function is equi-continuous 好 就像我講的 如果 這邊我考慮的這個collection裡頭 只有一個元素 那是不是我只要看一個function就好了 這個條件就上泡 就沒有了嘛 對吧 好 那麼所以剩下的條件 其實只是告訴我那個函數是uniform continuous 所以一個對 一個對兩個對不對 兩個當然對啦 對吧 你對於原來的函數 可以取到一個delta1 對於第二個函數可以取到delta2 你就取它的minimum就好了 Alright 所以有限個當然也對 Alright 所以這是兩類很不一樣的喔 一個它根本就不是 它有限對我們來講跟一個是一樣的 Alright 所以它基本上 這兩類都是equi-continuous的collection 好 再來第三類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三類的例子呢 我們用這個來代表 同學在看例子的時候 應該注意到一些事情 有些例子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 你可以從這個例子裡頭去看到 一個小小的theory 你可以得到一個conclusion 好 比如說我考慮fm 是sin nx 逐上m 這邊你當然可以考慮for all x for all m 好 那麼我要問 這個sequence of functions 是不是equi-continuous 它是 OK 它是的原因是什麼 你要看它是不是equi-continuous 你 somehow必須要去看fm of x 減掉fm of y 這東西到底我可以怎麼樣estimate Right 那麼這個東西大家放進來 我知道是sine的nx around m 可是however 如果你處理的函數 它本身是可微分的函數 你就有mean value theorem 好 所以我知道這個東西應該等於fm of c 乘上x等於y 可是對於這個sequence of function而言 它的微分是什麼 它的微分是cosmx OK 所以這邊是cosm乘上c 乘上x等於y 這個項當然是小於等於1的 所以它會小於等於x等於y 所以由這個不等式告訴我說 隨便給一個ε 我只要要求x等於y 小於這個ε 就沒問題了 對於所有的xy 對於所有的n 你看xy它的距離只要小於ε 不管n是什麼 它永遠都會小於 這個f的曲子都會小於ε 所以這一類這個是一個例子 這個是一個equicontinuous的collection 那麼這個例子裡頭告訴你什麼 你可以得到什麼結論 如果我考慮的這個sequence 我考慮的這個collection 它裡頭的函數不只是連續 它是可微 如果它的微分 它的微分形成了另外一個collection 對吧 只要它的微分是uniformly bounded 不要忘了 這個函數如果每一個函數都可微嘛 對吧 所以你就會有fmplum 你就有一個新的collection 那麼對於這個新的collection而言 不要忘了它bunded還不行 它要是uniformbund 因為你這個地方3號取出來的東西 這個bund呢 既需要不跟點有關係 也不能跟n有關係 所以它必須是uniformly bounded 你可以得到一個很輕 很容易得到的一個結論是 如果你的collection是 它是differentiable 而且它的微分 它的derivative function 所形成的這個sequence 是uniformly bounded 那這個collection 當然就會是equi-continuous 這是一個比較容易的case more examples 大家可以想一想 好 再回來 我們又回到剛剛這個例子了 fn of x 是等於x平方加上1-nx的平方分之x 這是我們剛剛討論過的那個例子 我們在這邊 先來 por於x正會 其實我們會把´ 可以想想 count 普通常 分之重 讓我們可以講解 這個sequence of function 是不是equi-continuous 对于每一个n而言 fn of x 是continuous 所以它定义在一个compact set上面 它当然是uniform continuous 对吧 而这个呢 这个sequence 它是不是equi-continuous 我要说它不是 那么这个地方我也留给大家一个exercise去做 大家去想一下 待会大家夹课的时候可以想一下 我要claim它不是equi-continuous 为什么 那我就要想一想 我如果要check一個collection of function 它不是equi-continuous 我要做什么事 对吧 那么刚刚照equi-continuous的definition 它告诉我说 它的definition是 given任何的epsilon 你要找到一个delta大于0 such thatfn of x 我们现在考虑sequence的情况 会小于epsilon for allxy 就考虑这个情形好了 它的距离小于d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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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xy要属于01 而且 for all n 对于任何的n 所以你要证明它不是equi-continuous 你需要证明什么事情 你必须要check 会存在一个epsilon大于0 然后呢 对于所有的delta 大于0 怎么样 你都会存在 存在什么 存在xy 而xy的距离是小于delta 所以你都要存在xy属于01 而且x time y的距离是小于delta 而且要存在一个n 存在n such thatfn of x -fn of y 这个对值是小于 sorry 是大于 对于 这个 甚至你要证的是吗 好 这个东西 我想大部分同学应该是可以做了 就是说看到 我强调很多遍了 看到一个新的定义 考虑它的statement 给出例子 给出正例 同样的 你必须要看到 这个statement的negation 去给出反例 所以somehow在这个地方 就告诉你说 只要这些sequence 在某些点 它的差异性会很大的时候 大概有些 大概就不太行 所以我们回忆一下 刚刚我们在讨论这个例子 我为什么说这个例子很有趣 很重要 它提供了很多的反例 OK 好 那么 这地方当然我会猜 这个abson应该选多少 大概1分之1就够了 小于1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 这个函数本身是小于等于1的 可是它就有一大堆点取之 它回忆有一个点取之是1 是谁 1分之1 它在1分之1那个地方 永远取之是1 fn这个函数在1分之1取之是1 OK 那它有什么点 取之会是0的 在0点取之是0 在1那个点取之也是0 可是 大家如果还有印象 上次那个图 n越来越大的时候 它那个取之是1的地方 会越来越靠近0 所以很显然 你这个xy的选取 应该有一个是0 然后另外一个想办法再去选 OK 之前我们在谈uniform continuous的时候 在讲反例的时候 我讲过 你在这边 somehow 一下要取出这么多东西来 其实有一个strategy 是keep one thick 然后去调整另外一个 去选index y OK 好 它需要equicontinuous这个条件 我才能保证它会存在convergence substitute OK 这是我们最后的goal OK 在这一个 在这一个module里头 我们在谈的这个问题的答案 这是partial的答案 因为大家知道 这边我给了一个充分条件 好 好 那么当然在我们 在证明Arcella-Chicoli之前 我们先要再回来看一下 我们必须要对于equicontinuous这样子的collection 的function 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 我们刚刚看了一些例子 那些例子很重要 好 第一个问题当然我们想要问的是 equicontinuity跟uniformly converge之间的关系 OK 前面我们谈到uniformly converge OK 这两个关系是什么 好 这个定理告诉大家 如果k是一个compact set 一个compact metric space 不是一个compact set 如果fn都是continuous function on k 而且fn converts uniformly的话 那你可以保证 它一定是equicontinuous on k 好 所以你又多了一个性质去可以检验 我给定的某一个sequence of function 它是不是equicontinuous 你当然第一件事情去检查 它是不是point-wise converge 它如果不是point-wise converge 它一定不是uniformly converge right OK 那这个地方 somehow告诉你一个sufficient condition 它是说 好 如果你检验了这个sequence 它是uniformly converge 那OK 它就是equicontinuous 所以converse 我们待会再谈 好 这有两边嘛 这只有一边嘛 我给出了一个sufficient condition 去check一个sequence of function 是不是equicontinuous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怎么去做这个问题 我现在有一个sequence of function 我们回忆一下 刚刚我们谈到的一些例子 什么样的函数 如果我这个collection里头 只有一个function 那没有问题 有限格也没有问题 对吧 它会是equicontinuous OK 那当然大家可以去想一下 我入了两个collection 我有两个collection 我有两个collection 的equicontinuous function 它都define在同一个compact matrix 上面 我做union 它会不会是equicontinuous 應該會嘛 因为你对这一堆取了一个delta 你对这一堆取了一个delta 取它的minimum就是了 好 这应该没有问题 所以事实上 从这个角度来看 因为fm本身是uniformly converge OK 所以我很显然要从这个条件里头去看 n大的时候 你现在有一个sequence of function 前面有现象 我不会担心它 因为很好处理 OK 永远是可以 如果把它另外放出来的时候 它都会是equicontinuous 所以我只要看什么 尾巴的像就好了 OK 可是这个地方很显然 这个uniform converge 它的功用就在这里 我需要用这个uniform convergence 去处理整个后面尾巴的问题 OK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proof 我们注意看一下 我们注意看一下 我如果geven任何的epsilon 大于0 我一定会存在一个够大的n such that 因为fm是uniformly converge 所以它一定是uniformly cauchy 所以我知道 我会存在一个够大的n such that fm of x 或者我用这个subnorm的语言 我可以要求fm减掉fm 它的subnorm会小于epsilon 或三分之epsilon whatever 待会再看需要多少 for all mn大于等于N 前面我们讲过了 uniform converge 或uniformly cauchy 跟它利用subnorm去define的cauchy 是一模一样 是等价的 这两件事是相同的 好 那么这样一来 我来看一下 从这个地方来看的时候 in particular 当然 它后面尾巴的像 就会跟 这是f capital N right 然后你有f capital N plus 1 这个后走 它后面的所有sequence 跟f capital N而言 它的subnorm都要很小 它其实很靠近的 很靠近 其实它就 你当然可以三号保证它的性质差不多 那么 alright 就针对这个capital N而言 f capital N 本身 因为它是个continuous function on a compact set 所以我知道f capital N 一定是uniformly continuous 所以 对于这个给定的abs 我可以利用这个function 这是一个function 它是uniformly continuous 我会存在一个delta大于0 such as f capital N of x 减掉f capital N of y 这个的绝对值 要小于ε 谁 for all xy i 那绝对值 小于delta 这没有问题吗 所以 大家从到现在 我的想法就是说 好 后面呢 大家都跟它很靠近 那么 我要利用谁去找到 我的那个delta 那个universal的delta 我就利用这个 这一个function就好了 这个地方 一旦我epsilon给定 我这边的capital N是fix 不会动的 我就选这个就好了 OK 好 那么这样一来 我要claim的事情是 对于后面的所有的fn 这个delta都work 所以这样一来 我可以看一下 for all n 大于等于capital N 我来算一算fn of x 减掉fn of y 如果xy小于delta的话 我要证明它是equicontinuous 我要证明什么 你只要xy够靠近 不管是哪一个函数fn 不管n是多大 这个函数的取值 都要小于我给定的那个数嘛 对吧 这是它的定义 好 所以这东西我来算 那显然我刚刚已经讲过 我的idea是希望利用它来做比较 f capital N 来比较 所以我当然standard trick 我就加一项减一项 对吧 所以fn of x 跟谁去比 f capital N of x 去比 你减了你就得加 然后这个东西你需要跟谁去比 你需要去跟f capital N of y去比 所以这地方很显然 你应该再减一项f capital N of y 主要目的是这两个要比较 主要目的是这两个要比较 这两个要比较 OK 你自然会利用这个函数 在中间做插的 好 所以这个东西会小于等于 这个的绝对值 fn of x 减掉f capital N of x 这绝对值 加上f capital N of x 减掉f capital N of y 加上f capital N of y 减掉f capital N of y OK 没有问题吧 不要超 因为超了你一定会就 因为这个东西写出来 就要花时间 你就注意它的重点在哪里就好 所以应该蛮容易 因为这个trick我们会用了好多遍 上次在证明 continuous function的uniform limit 也是continuous 也是类似的做法 OK 好 这个 因为是对于 N和 capital N 这两个index 都是大于 capital N 的 对吧 那么x只是里头的一个点 做evaluation 所以这一项呢 当然就会小于等于 fn 减掉f capital N 的norm 这个也是 这是在y里头做取值 它会小于两倍的 fn 减掉f capital N 的norm 这个 就照抄下来 好 所以当然 如果你硬要把它们 凑成epsin的话 我会做的事情是 我这边会把它选成 epsin over 4 这边你就让它小于 epsin over 2 OK 好 那么这个会小于 epsin over 4 所以目前我们做完什么 他告诉我说 给定了这个epsin之后 我会找到一个够大的N 对吧 然后呢 应该这样 sorry 我应该这样讲 given任何的epsin之后 我会找到一个够大的N 那么使得呢 这个N后面的这些项 我通通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的delta 使得fn of x 减掉fn of y 的绝对值 会小于epsin 当你的xy的距离 小于delta的时候 也就是后面这些东西 全部都解决了嘛 对吧 就是这一堆都解决了 可是他不要忘了 你真正这个proof 还没有完喔 Right 你前面还有几项 前面还有有现象 你还是要处理它 对吧 可是前面有现象 当然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为什么 每一个function each function 都是什么 都是uniformly continuous Right 对于前面的这几个函数而言 它都是uniformly continuous 所以我知道 Oi 大于等于1 小于等于M-1 所以对于每一个fi而言 对于这个给定的epsilon 都可以找到一个delta i 使得fx减掉fy的距离都要小于给定的epsilon 当xy小于delta y的时候 好 所以在这地方 你会存在delta i hf fi of x 减掉fi of y 绝对值 在小于epsilon for all x 减掉y 小于delta i alright 好 所以 eventually 那个delta怎么取啊 我就让这个delta plump 会等于minimum的 delta 1到delta i delta capital N-1 跟delta 刚刚我取了一个delta 这个delta works for 所有这些函数 后面的尾巴向 前面每一个我都取出来 他要的这个delta 那么对于所有的人 我就取这有限个 这边只有capital N 个嘛 我取它的minimum 这个我do 所以对于认识的人 任何的点 给定epsilon之后 不管xy怎么样 只要xxy的距离 小于给定的这个 小于这个delta plump 的时候 我都可以保证 fn of x 减掉fn of y 不管n是什么 for all n 这个东西都会小于epsilon 好 那么 这一类的技巧 大家已经看过了 前面我们在证明 sequence 一个sequence 他如果converge 它一定是bunded的时候 也是类似的idea 对不对 我利用它的收敛性 我处理的后面的像 前面只有有现象 好 所以在这地方 我们得到了一个去检验 它是不是equicontinuous的quiterium 好 可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特别提醒一下 compactness很重要 为什么 如果没有compactness 这个地方 你看 你连一个都不是哦 你必须要这个函数 因为c of k 我只保证它是连续 我并没有说它是uniform continuous right OK 好 所以在这地方 compactness是相当重要的 这边我们有一个例子 the compactness of k is essential otherwise 比如说你取fn of x 就取x分之一就好了 alright 这个函数x分之一在01上 不是uniformly continuous 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好 所以当然 你如果考虑这个sequence 其实也不必考虑这么多sequence 你就考虑一个就好了 也就是说那个collection of function里头 你只考虑一个函数就可以了 alright 好 however 我们要注意一下 the converse is not true 我们回过来看一下 你看哦 我们刚刚讲什么 如果它是uniformly converge 它一定是equicontinuous OK 所以很显然我会问的问题是 它如果是equicontinuous 是不是它一定会是uniformly converge 答案是错的哦 例子 我刚刚讲的那两类很极端的 要记得 你看 因为它有一个是跟连续性有关系 另外一个是又跟n的 这个fn本身 跟这个sequence的性质有关系 是跟收斂性有关系的 好 所以fn如果取成-1的n字方 这个sequence of function 是equicontinuous 我们刚刚举出例子了嘛 因为它是constant function 可是它当然不收斂 它甚至不是pointwise收斂 它完全不收斂 OK 所以theconverse of 刚刚那个theorem是错的 OK 如果我考虑的sequence 是定义在 是连续函数在一个 即使是compact set OK 好 它如果是uniformly converge 它一定是equicontinuous 反过来 它如果是equicontinuous 不见得一定会保证它收斂 没有 完全没有这种字 OK 所以在这个地方 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 那么 刚刚我们就讲了 它的一个问题在哪里 我根本任何的收斂性都没有嘛 所以我刚刚举出来这个例子 它甚至不是pointwise收斂 那么你从这个地方继续往下想的时候 你一定应该要propose另外一个你的theory 你说好 原来的函数是equicontinuous OK 这fn是equicontinuous 我若再加上某一种程度的收斂性 因为我至少它要逐点收斂嘛 不然它根本没有办法去indicate收斂性 所以在这个地方 如果我把原来的条件加上fn's convergepointwise 那么fn会不会它的收斂性会是uniform呢 这样懂我意思吗 也就是说我现在在这个地方 我在考虑converse的时候 虽然converse不对 可是这个反例也indicate了 我是不是可以适当地把条件再加多一点点 它应该会对 所以我就提出我新的这个猜想 OK 好 假设有一个sequence functionfn 它是converged pointwise 而且它是equicontinuous 它会不会这个convergence是uniform OK 这是自然要问的问题 这答案是对的 好 我考虑一个 考虑k是compact fn是continuous function on the compact metric space k 我要求fn convergepointwise 假设fn convergepointwise fn是equicontinuous 那么我说 那么这个fn就会converge uniformly OK 会 我们再看一下 OK 所以这一学期我想 除非有一些东西在证明里头 我特别要提醒同学的 我才会写在摘要里 OK 否则我就会只把我要 我讨论过的定理叙述出来而已 好 那么像这个定理 基本上 跟课本上 课本上没有 所以我就会把它特别写出来 好 OK 所以我们现在 fn是converge pointwise 而且fn是equicontinuous 这两个东西要怎么联 而且还有一点 k是compact 好 我讲过很多字 pointwise是非常local的性质 对吧 pointwise是一个非常local的性质 可是通常一个local的性质 在某种程度 如果有了compactness 有可能会变成一个global的性质 OK 好 那我很显然想要问 它通常怎么样可以变成一个global的性质 就是说我知道它在某一点收敛 对不对 那么这个收敛性的话 如果 扩点扩 它可以 某种程度 它是均匀的在某一个neighborhood里头 就可以了 pointwise converge 跟uniformly converge它的差异性在哪里 pointwise converge 每一个点它都收敛 对不对 每一个点你都需要选到一个够大的n 使得尾巴的向神靠近 uniformly converge 它somehow要选到一个universal的n 对于每一个点都要对 OK 所以这几个条件somehow indicate 你每一个点可以做 可是这个equicontinuous 其实是告诉你什么 这些函数不管它是谁 不管n有多大多小 它点靠近的时候 它函数行为是很靠近的 这样懂我意思吗 我希望大家在读的时候 不要去硬背那个叙述 你要有一点点感觉 这个感觉自己需要可能花一点力去 因为每一个人对这些东西的感觉不太一样 你需要develop一些自己的感觉 好 好 所以对我来讲 我看到compact的想法是 它会把一个local的性质变成global 那个是很standard的做法 那么现在我知道的这一些点 每一个点 我知道我找到一个capital N 可是问题是 因为它是 因为它是equicontinuous的关系 我知道 事实上 我可以在那个点的附近 的点 其实跟它的行为会很靠近 这样懂我意思吗 所以 这是我的想法 所以 given任何的epsilon 大于0 我的目标想要做什么 我的目标希望去证明Fn 它是uniformly koshy 那么换句话说 我需要找到一个够大的capital N 使得 所以在这地方我需要bear in mind 我需要去找够大的N 怎么样 值得Fn 减掉Fn 这个的绝对值 要小 比如说givenepsilon之后 要小 这对于所有的xy 要对于所有的m 大于等于capital N OK 那就像我讲的 我们仔细看一下 givenepsilon之后 因为Fn是equicontinuous 告诉我说 我一定会存在一个delta 大于0 such that Fn of x 减掉Fn of y 这个绝对值 要小于epsilon 我把它先除3 为什么除3 因为我知道后面 我需要它除到3 OK for all xy 距离小于delta for all m 对吧 对吧 alright 这个是它的定义嘛 好 那么我注意看一下 那么所以告诉我现在 对于每一个点x而言 我刚刚想的想法 我的证明的想法是 你原来有一些点x 那你现在有一个delta 你给定epsilon之后 有一个delta 在这个内部后里头 不管n是什么 那么Fn of x 跟Fn of y 的距离都很小 这一块里头的东西 都很好 所以我会consider V of x 这个符号代表什么 代表所有的元素 在k里头 换句话说 就是以x为原型 以delta为半径的 这个 这个ball 这个openball right for x 所以我每一个点 在k里头 我都取了一个小的neighborhood 它的半径是delta OK 那当然 这个vx is an open cover of k 因为每一个点 都在里头了嘛 所以我知道 我会存在x1 到x k k 小k 属于k 再下来 你的k呢 会包含在union of x i里头 换句话说 你这个k呢 这边是你的k 那么 你的k里头 其实我已经被好几个 open neighborhood 所探索 那么这些neighborhood里头 这里呢 有一个xi 它有一个中心 在我刚刚的想法上面 我就应该看每个这边的点 OK 好 所以 因为 我们这样注意看 我要证明它是equi continuous 所以 我应该从这里去看 Right OK 好 所以 我这边呢 你的fn呢 它是equi continuous OK 好 我现在知道 因为每一个 对于每一个xi而言 它本身都是什么 都是converge 因为它是pointwise converge 对吧 所以 所以地方是converge 所以告诉我说 可是它只有有限格啊 对吧 所以我可以取到一个共同的N 所以我知道我可以取到一个共同的N 指的 我的fn of xi 减掉fm of xi 这个绝对值 要小于三分之epsilon for all mn 大于等于M 可以吧 看到吗 好 你现在这边只有有限的点 我们刚刚讲过 它 uniform converge的问题 它必须要取到一个universal的M 对于所有的x 对吧 好 那我现在呢 因为这边这个的关系 我知道 我somehow 在这个圈圈里头 大家都很靠近 对吧 所以我取 我考虑了一堆 这些圈圈里头呢 因为k是compact的关系 我就取出了有限格 所以somehow 我只看到这几个中心的点 是有限格 所以我知道 对他们而言 我可以取到一个共同的capital N 使得fm of xi 减掉fm of xi 它会要小 这是我可以做到的 好 那么接下来 剩下的事情我就要clean 这个capital M 就是我要的 then for all x 属于k ok for all n 大于等于capital N 因为x是属于k里头 对不对 所以告诉我说 它一定落在某一个圈里嘛 所以你会存在 我会存在一个i such as x 会属于v xi x 属于v xi 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that is 你x和xi 的距离 就要小于 刚刚讲的delta 对吧 so 你f of x 减掉f of xi 的距离呢 对于所有的n而言 这个东西都要小于7分dept right? ok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我可以看一下 我的fn of x 解掉fm of x 当mn 都大于等于capital N 的时候 right? 好 那么这个的绝对值 again 跟我们刚刚的做法一样 我就要用这个xi来做reference right? 要跟他们去做比较 这会小于等于 fn of x 减掉fn of xi 加上fn of xi 减掉fm of xi 加上fm of xi 加上fm of xi 减掉fm of xi 它就是中间插进i里头的这些东西 去比较 ok 所以这边 我把这两个放一起 这两个放一起 这两个放一起 它就会小于等于fn of x 减掉fn of xi 加上fn of xi 减掉fm of xi 减掉fm of xi 加上fm of xi 减掉fm of xi 减掉fm of xi 可是 对吧 因为事实上 因为equicontinuity 它这地方是true for all n 不管你n是什么都会对 所以这一项也小于3分之 after 可是中间这一项呢 刚刚不要忘了 我们刚刚选出来这个中心的点 我的capital n怎么选的 就是选到一个固定的capital n 使得对这几个点而言 因为它是pointwise solian 所以它是pointwise coshi 那么可是每一个我都选出一个capital n 然后取它最小的 取它最大的 所以我就会找到一个够大的n 使得这个项 对于所有的i而言 这个都会小于7分之 after 这是我刚刚n的取法 所以它整个idea是 它原来已经是pointwise converged 所以一点一点都没问题 你都可以取到一个固定的 取到一个够大的n 去达成你要的事情 去做到你要做的事 那现在你虽然有无限多个点 可是有equicontinuity I know 每一个点附近 你会存在一个小的neighborhood 那个neighborhood里头的点 不管n是什么 只要函数取到同样的函数 这两个点它的值不会差多少 所以中心点会很小的时候 旁边的点会很小 这样懂我意思吗 所以它就找出了一堆的neighborhood 这堆neighborhood coversk 可是k is compact 所以它可以取出有限梗 那么我只要处理有限的情形就好 这是一个很standard的做法 就是说我在考虑compact set的时候 somehow我只要能够有一个local的东西 那么我就会有一个global的东西 alright 那么当然以这个证明来讲 我这样写 你当然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写 你可以是说在这整个里头 你就可以取到一个共同的n 这也可以 alright 都行 好 ok 所以在这地方 我们有另外一个性质 它告诉我说 pointwise converge plus equicontinuous 就会imply uniformly converge alright 所以当然 这个定理你可以怎么用呢 如果你知道它是equicontinuous 你知道它 somehow不是uniform converge 你就知道它绝对不会是 sorry 你应该这样讲 你知道它pointwise converge 可是你知道它不是uniform converge 它就不是equicontinuous ok 之类 好 那么 接下来 我们要谈的Atella-Chicoli 它的证明也有一点类似 alright 我想剩下的时间里头 我们大概没有办法 它的证明有点长 unless 我们可以先证明uniformly bounded的部分 如果这个地方呢 也许我们应该花一点时间去看一下 后面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ok 好 这个地方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讨论 上次我讲过 那么为什么我要考虑这件事 事实上是跟我要去考虑 比如说C of 01上面 the uniball close uniball ok 是不是compact这样子的问题 ok 上次我们已经知道 你的确会存在 它是uniformly bounded 甚至你可以调嘛 它是uniformly bounded 你可以把它缩在uniball 对不对 单位球跟球其实是一样 你就是把它缩下来就是 半径不同而已 ok 那你就要考虑uniball 是不是compact的问题 那么 那么在这个地方你发觉不行 你要加上equicontinuity ok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会谈的另外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定理 叫Stone-Vastra's Theorem 这个定理告诉你什么 定理告诉你说 如果F是任何一个连续函数 定义在一个有界的B区间AB里头 你一定会存在一个多项式 使得这个多项式会收敛到这个连续函数 而且这个收敛性是uniform的 ok 那么当然Roothing里头 因为它在考虑函数的时候 它其实是 考虑complex value function ok 好 那么 它这地方还特别强调 就是说 即使是这样 如果原来的函数是real的 那么你 你这个pornomial也可以take成real 这样等我意思 那 那如果你不想要考虑complex function fine 就考虑real real value function 它这边告诉你 任何一个连续函数 都一定存在一个sequence of polynomial 这个很强喔 而且这个sequence of polynomial 会趋近于你这个连续函数 而且它趋近你的方式是什么 是uniform的趋近方式 ok 记不记得之前 我们在问的 有关于sequence of function 收敛的五个问题 我说有一个反例 我们还没给 对不对 那反例事实上 也可以 昨天助教给了一个 不过我就会从 这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 我们仔细看一下 绝对止函数 假设你就把它定义在 负1到1这个compact set里头 compact 就是close interval里头 它是不是连续函数 它是嘛 对吧 所以照stone-vistra theorem 你是不是会存在一个polynomial 会趋近它 会趋近它 对吧 而且这个趋近是uniform周链的嘛 polynomial当然可微啊 看到没 虽然我没有照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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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的确啊 pornomial就是我的反例 這個pornomial它是可為 它會uniformly收斂到絕對值的函數 那麼它的limit function不可為 這樣懂我意思嗎 我們前面不是問了幾個問題嗎 如果fn收斂到f uniformly fn是連續 f會不會連續 是答案是對的 fn可積極限函數會不會可積 也是對的 而且極限跟積分可換 這兩個都ok 可是對於微分問題很大 第一個 fn如果趨近於f uniformly fn可為 和limit function不見得可為 ok 那麼即使這個地方呢 我們仔細看一下 這地方可為 好像不對 這邊可為 這邊可為 我們原來要看的是什麼 假設這邊是可為 ok 而且它的收斂是uniform 對 它的收斂是uniform 不見得它的limit function是可為 第一點 即使它的limit function是可為 好 這有兩個層次喔 第一個 fn converge to f uniformly fn可為 limit function不見得可為 好 這是一個例子 fn可為 limit function也可為 fn converge to f uniformly 微分跟極限不見得能換 它有兩個問題 這兩個問題答案都是no的 大家要注意一下 ok 好 那麼事實上 Stone virus test theorem 有好幾種證明方式 我會採取Rooting上面的證明 因為它用的這個方法 事實上我覺得是一個蠻棒 蠻漂亮的方法 好 可是同樣的道理在 我給大家的這個參考資料裡頭 我其實給了大家另外一個證明 是Bernstein給的證明 這個證明 其實比較Rooting給的證明 不是所謂的constructive的證明 它somehow用了一些theory 告訴你這樣的東西會存在 可是你不知道長什麼樣子 好 所以那個proof也很漂亮 Bernstein呢 somehow它就是硬把它寫下來 Alright 好 所以在這地方這邊讓大家去參考一下 它事實上呢 這個文件上面應該還算可讀啦 大家可以去讀讀看 如果有興趣的話 它去參考了一些等式 有關於多項式的等式 這個符號我答不出來 應該就是n取k取n 這個也是 這符號標為什麼會變掉 這地方應該是n取k x的k次方乘上1-x的n-k次方 你用binomial theorem知道 這個東西加起來就是1嘛 就是x加上1-x的n次方嘛 這就是1嘛 好 那麼它也得到另外一件事情是 我如果考慮 我如果考慮 這看起來有點問題 這檔案好像被distorted 好我要再修一下 OK 這應該不是 OK我知道了 這邊是n分之k乘上n取k 再乘上x的k次方 乘上1-x的n-7 這邊要加一個這個 number combination nk 它的意思 在maple的符號裡頭 就是n取k的意思 這邊要加上n取k OK 乘上x的k次方 乘上1-x的n-k次方 大家算一下就是這 這會等於x 然後呢 這位老兄對於這些等式非常厲害 好 這地方也要加一個 這邊還是要再加一個n取k 這個意思會得到x乘上 所以somehow 它就develop出來一個所謂的 你從前面這幾件事情 你就知道 對於一次多項式而言 絕對沒有問題 你就照這個方法做 你就可以把它 這是一個pronomial 它會收斂到它 可是你說一次的太無聊了 所以它就發展出 一套所謂的 Bernstein的pronomial OK 這邊有一個連結 大家事實上是可以去看的 所以它提出來 它就硬把這個多項式寫下來了 寫下來之後呢 它可以證明這個多項式的確會收斂到applefax OK 好 那麼這個worksheet somehow就讓大家去看一下 它的這個 它剛剛講的這個 這個 這個Bernstein的pronomial 看到沒有 因為這邊你注意看喔 這邊的每一項 長得都是這樣 它是這些東西的和 只是這邊呢 我適當地要做shift 你如果看到這個函數的行為 你就大概知道它在做什麼 我play給大家看一下 也就是說它事實上呢 它的最高點會隨著這個k來移動 OK 好 你把它加起來的時候 就是它有一些加權 會一直往上走 那其他地方會die out OK 好 那這個東西當然 嚴格的證明 是需要花一點力氣 我只是讓大家去稍微有一點點感覺 那這個東西它的key lemma 是這個 這個等式 是一個finite的等式 好 那麼當然這個證明會比較technical 那麼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果只能用burnstein的這個prinomial去逼近的時候 這個是x平方 那它的逼近方式大概是這樣 OK 那麼這邊我們還做了一個 這個是絕對止函數 那麼它的逼近方式大概會是這樣 它會繼續往下走 OK 然後呢 如果這是sin的function 是它的逼近方式 OK 事實上 就是說 Stoneweiser theorem 它有好幾個證明 burnstein的證明 是一個constructive proof 也就是說 我就把這個東西寫出來 然後硬去證明 它最後會收斂到我要的東西 OK 好 那麼這類的東西它的好處是 你看得到 你比較容易相信 OK 那麼rooting的證明它 somehow用了另外一個方法 OK 它不是constructive OK 好 那麼這樣子的話 兩邊大家可以做一下比較 那麼 這一張的東西事實上也比較多 而且有些東西我們在課堂上並沒有討論 好 比如說我之前一直提醒各位 大家應該做一下整理 sequence的東西 我們談了很多serum 尤其sequence還有一部分在check什麼 兩個sequence 兩個series相乘呢 summentionan收斂 summentionbn收斂 an乘bn 這個級數是問題很大的 事實上大家在sequence of number的時候 你有好幾個test去檢驗 那麼你是不是對於sequence of function 有同樣的serum呢 事實大家應該可以想的問題 它其實會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如果大家做兩邊的comparison的list 對吧 這一張事實上有非常多的問題可以談 OK 所以我會suggest一些topics 或者是一些課本上的習題 事實上是值得深究的東西 讓大家去考慮一下 這一張事實上就有非常非常的多 好 我們今天上到這邊 我們下次的対話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